我给你们讲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非常可怕 如果你听懂的话 你可能真的会移民这个点 瞬间醒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在她年轻的时候 她的劳工离世了 她只剩下一个儿子 她也曾经想过要再次结婚 但是她问了她的儿子以后 她儿子不同意 所以她为了她的儿子终身不嫁 30年含辛无苦把孩子养大 自己一天打三分工 送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出国留学去美国 她把她赚了所有的钱 全给了这个孩子 她一心一意都在孩子身上 结果当她老了退休了 她想我的孩子在美国已经成家了 已经有老婆了 已经有孩子了 她想陪她的孩子 她想跟她孩子生活在一起 因为她在大陆没有任何钱 她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她的妈 很安心 然后给她孩子写了一封信 说亲爱的儿子 妈妈已经老了 已经退休了 我现在唯一的念想就是 能够跟你说我在一起 我准备来美国跟你一起生活 每天都能陪着你 这个信息她自己很开心 因为她在想她儿子 肯定会马上回来接她 结果她收到一封信 收到她儿子的一封信 她打开那封信 突然看到有一个三万块钱的支票 她很惊讶 因为这么多年 她儿子从来没有给过她一分钱 留学找她要钱 结婚找她要钱 在美国买房子找她要钱 从来没有给过她一分钱 她很惊讶 她马上就打开那个信 那个信的第一句话 就把她给震撼住了 妈妈 我们经过商量 不欢迎你来美国 如果你觉得你养我 花了很多钱 我算了一下 你这么多年给我花了所有的钱 不超过两万美成 我给你了三万 多的钱就当是利息 以后你过你了 我过我的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你知道当那个妈妈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什么感觉吗 她的天塌了 她一辈子所有的心血 都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省吃俭用 供儿子去美国读书 为了儿子终身补嫁 结果今天她儿子 给她写这封信 如果这个事放到你身上 你会怎么样 你可能想不开 气都能气死 你感觉到天塌了 是因为你认为那件事 太大了 你承受不了 后来她的一个同事 跟她讲说 一切皆为因果 有可能是上辈子 你欠她的 这辈子你还她 所以已经还亲了 她过她的生活 你过你的生活就可以了 每一个灵魂 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独立的个体 你还很年轻 你才五十多岁 你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 她也想对 以前天天省钱 以前从来不找老伴 现在一想 三万美金换成人民币 然后环球旅游 你知道吗 全球旅游 玩儿嗨了很 你知道吧 玩了两年以后 给她儿子写了一封信 鬼儿子 我想通了 既然你说 你是来还债的 没关系 妈把你的三万美金都花了 买了好衣服 刚刚结了婚 找了老伴 而且世界挺大的 老娘也想出去转转 全球旅游 比你去的国家还多 以后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我想问你个问题 同样一件事发生了 这个人为什么会判若两个人啊 他什么提升了 告诉我 他的境界提升了 他看这件问题的视角 就不一样了 对吗 所以刚才这件换事 这件事突然变成了一件 好事 境界一旦提升问题 立刻消失 你当下所有的问题 都是你当下境界的体验 记住这句话 心大了 事就小了 你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让你永远无法改变任何一个人 哪怕那个人是你生的 改变不了 你唯一可以改变的那个人 是谁 就是你自己 你是一切问题的个人 你变了一切都变了 你之所以今天痛苦 小了 隔组小了 心胸太狭隘 所以咱们痛苦 咱今天觉得这个坎过不去了 咱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有没有一个坎 咱也觉得过不去了 今天回过头看看 那是个屁 有时候无路可走 就是 你的人生已经走到谷底了 往哪走 都是向上 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存在 就是去体验人生 游戏人生 不好 活出来 活出来你的高模生命 所以 人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今天你认为你这件事 选择做错了 十年二十年再回过头看 就是当年的错误 成就了今天对的 我今天要送你们一句话 没有作茧自负 何来花茧成蝶